WHO的世界衛生组织总干事叫谭伟 是陈峰富珍的 原香港的共产党培养的这个女特务 女间谍 培养出来这么一个非洲裔的人 你说这个王八蛋 陈峰富珍就培养这么一个走狗 大家去想想啊 是谁告诉大家的 三天前我告诉大家 世界衛生组织WHO 在内部绝大都市人都通过 要把中国宣布为第四级的折叠疫区 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公明透开化 必须接受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各国组成的 这个调查团队 和给中国提供的帮助的员队 要求中国一定要 要无条件的接受所有的在华的各国的使馆和撤侨 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公开 接受海外国际上所有的医疗和医疗防御设施 资源和保护前线的医生互相 等等我说了的那一条 但是发生了剧烈的争端 被共产党来民旺的这几个臭流氓 这未来都是以犯了人类的罪 人道灾难罪 必须得起诉他 因为这个会议 绝大多数人同意 对中国的前线和疫区的救援 就给共产党的证实吧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你们见过一个国家的政府 可能要一个国要灭的事 他们把他们的孩子 吃生子女送到国外去 他们家缺口罩吗 都不缺 缺医药吗 也不缺 缺胸下袋吗 也不缺 缺吃的吗 也不缺 但是老婆又没有啊 一切都亲党的 一切都是党的 爹亲娘亲不如党亲 是不是 现在比爹还亲娘还亲的党 这啥都不管你了 你不管呗 你那外国人来帮忙 也不信 那你啥意思吗 WHO这个 已经在昨天和前天 明确地说 在讨论当中非常激烈 连这个姓谭 谭维这个名字 秘书长 听说这个名字 都是王岐山给起的 所以说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你说说 这样的权利还有不是世界上 还有权利吗